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煲羊肚菌汤 这里30克 它很香 拿上去好像没有东西 它的钉会有泥 因为它还在泥土 我们等一下要剪一剪这个钉位 老板说它是野生的 我不知道它是否野生 它有大粒小粒 这粒就直接看到泥 很多 这条管不用完全剪光 这一截都是干净的 羊肚菌有助消化 化痰理气 保肾保老 痰多气短 头晕失眠 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多些吃它 或者喝汤 可以帮助提高身体免疫力 那钉呢 不是条条都要剪的 你看到它很干净呢 就不用剪它了 剪完之后 我们用冬水 浸一浸它 不用浸很久 十多秒就可以了 接着用筷子转一转 捞一捞,让泥容易洗出来 在洗净水这个过程很快 一分钟左右就完成了 转一转洗完之后,我们就留起它 因为它很快就浸了颜色出来 浸太久,它的香味没有了 接着我们去水龙头快速冲洗一下 确保它是洗净的 最用暖水 你用手摸一摸水,暖暖的就倒下去 最浸,25分钟左右 浸到它软身 浸完之后,我们再用筷子 搅一搅它 它浸好之后呢,就会发大了 可能有些泥都会在洞里搅一搅它 看一下还有没有呢 那就更加干净了 接着我们就留起它 尽量不要搅到底部 那些菌已经发到很腍的了 那碗水呢,就过滤一下 那个底就不要了,底可能会有沙 那些菌的水就放进去一起煮 这里有原肉,10粒 核桃30克 这些不用浸,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它很快就淋 红棗有几粒 红棗我们剪了些核 红棗我们都知道可以补血一下 那那个核桃呢 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呢 淨化 又抗氧化,降血脂,分解血糖 那就可以预防心血管这方面的疾病了 那就可以了 粟了两条,中间斩开一折 切两片姜一起煲 这里的水两公升 将所有的汤料倒进去 刚才忘记介绍这个核桃 这个核桃是有壳的 它用机器去了壳 但是去得不干净的皮 那自己回来最处理吧 如果想知道如何快速去皮呢 可以点击 那个影片下面的连结 核桃我用了300克 这个浸了羊肚菌的水呢 倒到最底那里 都可能还禽不出些沙 不要 这里整锅水呢 大概2.5公升 我们水滚之后就煲它一个半钟 煲中汤的时候呢 再炒一些黑豆 这里的黑豆70克 用中晒火炒到它爆开 闻到香味就可以加上汤 里面 这个汤入口香甜 非常适合一家大晒任用 大家试下啦 下集完 四季 下集完 感谢观看